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这是一座纷繁错落的爱情迷宫 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会因运起异样的感动 这里的两个男人处在生命的两仪 一个是忧郁浪漫却贫困懦弱的诗人 一个是热情干练却也现实粗糙的兽医 两个男人都遇到了一个有着不羁灵魂的女子 她看起来鲜弱如此,但爱得执着炙热 在与两个男人的纠葛中她会作何选择 在红尘世俗中,在与现实理想中穿梭不息的人们 何处才是归宿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部上映于2002年 由巩力、梁家辉、孙洪蕾主演的爱情片《周瑜的火车》 急迟的火车驶过广袤的原野 一席碎花脸一群的女子走过 在忽明忽暗的光影中 不知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幻影 小有名气的诗人陈青在给读者们签名授书 书名《周瑜的火车》 眼前一位短发读者吸引了陈青的注意 陈青像着魔了一样追了出去 她是周瑜吗?不,不是 她只是一个长相跟周瑜相似的女孩,阿秀 之后陈青和阿秀走在一起 阿秀知道,陈青所有关于爱情的美丽诗歌 都是写给一个叫周瑜的女孩的 但陈青对于周瑜闭口不提 阿秀只能通过读诗,通过别人的直言片语 去寻找周瑜存在过的痕迹 周瑜是个给瓷器画画的女孩 典型的文艺女青年 浪漫的那一抹青涩是周瑜画里永恒的主题 画的久了,画里画外也模糊了界限 把周瑜永远困在浪漫的世界中 陈青第一次见周瑜是在一个舞会上 周瑜穿着火红的裙子跳舞 使那样的美丽和骄傲 像一朵绽放的玫瑰,像一团炙热的火苗 陈青看呆了,她不敢和周瑜说话 默默的写出了第一首关于周瑜的诗 我在梦里看见你,犹如一团流动的水汽 你不经意的舞蹈逐渐淹没了我 淹没了夜晚,也淹没了你自己 胆小的陈青把这首诗扔给周瑜后落荒而逃 连随身的破包都没来得及拿走 本以为是烟花一样转瞬即逝的相遇 没想到陈青再次见到了周瑜 周瑜从三明坐火车来到重阳 大老远的专门来找陈青环包 在蜿蜒的铁轨上,陈青窃窃的拿出一叠诗稿 自从那天见面之后,陈青每天都给周瑜写一首诗 陶翠的青词,在我手中柔软的如同你的皮肤 它溢出了我的鲜糊,有你完全充满,完全充满 在陈青工作的破旧图书馆内 书页和纸片在风中散落 外面有火车翻山越岭发出的轰鸣声 这一切交织成两人最初的憧憬与冲动 从那之后,周瑜每周两次赶火车而来 而陈青总会拿着不同的花到站台去接他 周瑜爱陈青的诗,陈青爱诗里的周瑜 他们因诗歌而交集 陈青把周瑜比作鲜胡 用尽世界的爱情也不够,弥补我们分离的忧伤 周瑜实在太爱鲜胡这个称谓 从来没有见过的鲜胡成为周瑜的一种信仰 让他心甘情愿的为之奔波 大火车时间长了,周瑜跟列车长都混了个脸熟 列车长感慨,每周两次从三明到重阳 这么远的距离一般人都受不了 但周瑜觉得,跑来跑去总会发生点什么 一天,周瑜在火车上晕倒 列车长紧急叫了一个百事通张强去帮忙救人 但张强以自己是兽医为由拒绝了 等张强见到周瑜本人的时候后悔莫及 这就是他脑海中梦中女神的模样 他看到周瑜自己画的瓷皮,死皮烂脸的非要买下来 那天正好赶上周瑜心情不好 一怒之下把精美的瓷瓶摔得粉碎 周瑜的心情起伏一直都与陈青有关 那段时间,陈青的诗歌在报纸上发表了 周瑜开心的读了一遍又一遍 他溢出了我的鲜湖,由你完全充满 陈青在桌子上朗诵 用尽世界的爱情也不够 弥补我们分离的忧伤,把泪水留给自己 如果我消失,你也将寂静无声音可听 周瑜问陈青对未来的打算 陈青的话出乎意料 现在不是挺好吗?图书馆很破 但有书看又没人打扰 周瑜读出了这话的意义 陈青的未来自己可有可无 周瑜赌气走了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 他不是可有可无 而是他的存在 对陈青来说已经是一种负担 得知周瑜生病晕倒 陈青也没有去看望他 只是打了个电话 说身体不好就别来了 我工作也挺忙的 想到这里 郁闷的周瑜走下火车 张强也厚着脸皮一路追随 这是哪儿啊? 张强看了看站牌 这地方叫仙湖 周瑜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不顾一切的到处寻找仙湖的踪迹 说不清他到底想找仙湖 还是想找到自己 但两人在大雨中苦苦寻觅 却一无所获 张强安慰他 你心里有就真的有 你心里没有就真的没有了 从那一刻 仙湖存在在周瑜的心里 与陈青无关 他反而告诉陈青 自己见过仙湖了 很美 周瑜心中的小情绪很快平复 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要给陈青出版诗集 为此 周瑜东奔西走 请人吃饭 把自己所有的家当拿出来自费出书 陈青没名气 他就先给陈青办个诗歌朗诵会 陈青远远地看见周瑜乐此不疲地发传单 陈青没有觉得感动 此时的他是怯懦的 他感到的只有惶恐和不安 他像第一次看见周瑜一样 狼狈地逃走了 陈青的诗歌朗诵会上 台下一个观众也没有 洁白的诗稿从码头空中缓缓飘落 苍白无力的像是宿命 也像是周瑜和陈青的爱情 周瑜一遍一遍地告诉陈青 陈青你能行的 但陈青只是说 周瑜你别逼我 陈青想到了离开 周瑜的爱太隆重 他迟早要辜负 不如先避一避 然而周瑜雷打不动的每周两次追赶火车 就像是在追赶自己 只是当时的张强并不理解 按他的话说 浪漫的诗情画意谁都喜欢 你要说过日子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张强还是用尽心机 挖掘出自己的那么一点点浪漫 他霸道地给周瑜造了个人工湖 但周瑜看到的 是如死水一般毫无波澜 吐气的烟花 俗不可耐的红玫瑰 周瑜难掩失望的神色 人工湖不是梦中的仙湖 张强再好也不是陈青 就像将就的从来都不是爱情 此时的周瑜收到陈青发过来的四个字 我要走了 周瑜疯了一样赶往重阳 得知陈青参与了原葬项目 尽管陈青表示项目一结束就会回来 但周瑜心中明白自己已经失去陈青 陈青走后 周瑜还是义无反顾的 拼命的追赶火车 其实去了那么多次重阳 周瑜只认识陈青家的一个地方 那是一个下了火车之后 需要坐缆车过江 走过长长台阶 来到布满绿植的图书馆 多年后 阿秀重走这条路 不禁问 周瑜 你真的不想停下来吗 比起陈青的清冷寡淡 张强仿佛是另一个极端 他从第一次看见周瑜 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 他霸道帅性 喜欢就大声说 喝醉了会上门去拥抱他 喜欢把他按在墙上有掌控的感觉 周瑜在陈青里遭遇的冷 都被张强的热所融化 在张强这里 他感受到温暖和满足 于是 尽管周瑜还是会赶火车 但他的旅途中 出现了可以停靠的小站 他偶尔会去张强的兽医站看看 会像普通妇女那样 给张强做一大桌子菜 看张强跟狐朋狗友 满面红光的吹牛 只是欢愉过后 他不确定这样的生活是他想要的 他也不是没有想过为张强彻底停留 一次周瑜在火车站犹豫良久 他破天荒的没有上火车 而是直奔张强而去 但很不巧 那一天张强鼓起勇气 追随着周瑜的步伐上了火车 他俩就这样擦肩而过 张强坐火车来到重阳 坐缆车过江 走过长长的台阶 找到爬满绿植的图书馆 那一刻他想明白了 他不过是周瑜爱情火车 挺靠休憩的一个小站 他的精神永远无法在此驻足 无论他做出怎样的妥协与让步 他都不会是周瑜的终点 那一夜 张强第一次拒绝周瑜 周瑜也哭了 爱人就是你的一面镜子 他会让你更加清楚的看清自己 他想起张强的话 心里有就有 他心里的爱还在 尽管那爱已经没有了诗人的形体 但那爱就像鲜湖流动的水汽 没有形状难以言喻 他被周瑜寄托在永不停息的火车之上 于是周瑜再次离开了张强 周瑜再次上路 庄重而神圣 孤寂而热烈 他到底是去探望陈青 还是去远方徜徉 这些都不重要了 最终的一次意外 车毁人亡 周瑜终于坠入仙湖之中 如果我消失 你也将寂静无声音可听 几年后 陈青的诗集出版了 就叫《周瑜的火车》 阿秀和尚诗集 登上那辆周瑜坐过无数次的火车 地上的一个瓷片 是周瑜唯一存在过的痕迹 所有的开始与终结 所有的平淡与激情 最后只剩下一声叹息 周瑜以及与他相关的 弥漫着芬芳的记忆 偶尔落在枕边的他或他的酣畅梦里 电影《周瑜的火车》 改编自北村小说《周瑜的喊叫》 也许导演孙周不喜欢这个歇斯底里的名字 于是 《喊叫》被改成了更有象征含义的火车 火车有一种追求者的精神和流浪者的气质 更代表主人公心灵的漂泊 能够看出导演对世俗的透视和对唯美的追求 这也体现在电影时空处理的十分杂乱 有他自己的节奏和旋律 第一次看你不一定能跟得上 时空交错不说 再配合着不同人的视角 时间轴也随意切换 真一直留电影 果然闻一片的门槛都要高到天上去 闪电看了好几遍 也不敢说每个时间点都说对了 甚至不敢说这电影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存在过 一会闪电会分别分析 那么答案如何就见仁见智了 电影上映于2002年 在当时并不太开放的大环境里 难得见到周瑜这样如此热情奔放和主动的女人 影片给了他很多小碎花裙子在小腿边跃动的镜头 是天然去雕饰的美好 而周瑜本人也愿意为了爱情亲近所有 他把最好的给陈青 却不知对方根本不愿接受 从三明到重阳一周去两次 似乎只有这样不停的靠火车频繁的奔波 才能够诠释爱情的热烈 因此即便陈青离开后 周瑜还是雷打不动的去重阳 这是仪式 是他完整爱情的一部分 是周瑜对于自己的成全 无奈 陈青不是他脑海中完美的爱人 陈青除了有才华 更有殊胜的迂腐和怯懦 他第一次见到周瑜就是逃跑 他的胆小懦弱 电影一开始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陈青看见周瑜为自己发传单 再一次逃跑 而等周瑜逼他出诗集 他更是远远地逃到西藏去 陈青自命清高不屑留俗 他是清隆寡淡的诗人 他也许是爱周瑜的 但他的爱自私且自我 要他的美丽浪漫 要他带来的无限灵感 却不要他的捆绑和压力 因此 从始至终 陈青没有去三明看过周瑜一次 梁家辉的演技十分到位 他总有一种令人着迷又失落的感觉 让人不忍苛责 不忍离去 也不能靠近 张强就完全不同了 热情洋溢的他从不拐弯抹角 他是最自然真实的人间烟火 由自己的兄弟朋友 心里健康敢做敢当 男二光环照耀着孙龙雷都愈发帅气了 他明白周瑜是自己要不喜的女人 却也为周瑜奋不顾身的追求爱情模样所感动 于是 原本世俗的张强 竟然能够容忍周瑜 甚至护送周瑜 踏上寻找陈青的火车 爱人就像自己的一面镜子 会让你更加清楚的看见你自己 影片还有一个戏份很少 但十分重要的第四个人 阿秀 他深爱着陈青 但陈青活在周瑜的记忆里 只把他当作周瑜的替代品 他读着陈青的诗集 踏上周瑜来回的火车 寻找他们的影子 最后 走完周瑜未完成的道路 找到藏边落地生根的陈青 他爱陈青而不得 于是故意说 周瑜曾经有另一个男人 陈青坚决否认 那么张强是否是阿秀想象中的人物 还是确有其人只是陈青不愿意相信呢 阿秀将属于周瑜的词片 加在陈青的诗集之中 是真是幻 令人难解难分 最后说一下巩俐 他完美地诠释了温婉又似火的周瑜 脸上挂着一种想要完美爱情 却又明知得不到的表情 其实周瑜这个人跟巩俐很像 当年一部《红高亮》 让22岁的巩俐一夜成名 也让他爱上了充满才华的张艺谋导演 那时张艺谋是有妻子的 可想而知 等待巩俐的是怎样的口诛笔伐 和铺天盖地的谩骂 年轻女孩遇上有才气的男人 总会一见倾心 之后两人携手迎来事业高峰 他们一起合作了 活着 局斗 大红高脸高高挂 秋菊打官司 每一部都是经典之作 各种奖项扑面而来 但后来怎么样呢 他们共同抵抗住外界的压力 但没能扛住两人内部的问题 想在30岁之前结婚的巩俐 遇上了还不想结婚的张艺谋 一个奋不顾身 一个瞻前顾后 最后无疾而终 巩俐也迅速展开新恋情 从这一点来说 巩俐跟周瑜一样 对于他们来说 爱情是一种信仰 但他们同时也骄傲和自由 周瑜在陈青走后仍然赶火车 他是在追求自己心中完美的爱情 那爱情早已与陈青们无关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周瑜的火车电影内容的分享 愿大家都能够爱你所爱 愈驾可以不负初心 不用跋山涉水 不用迷惘怀疑的爱情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也不要忘记关注闪电看罪的频道 打开更新提示的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对不起 对不起 是 好 走 走